法会就劳民伤财 我们一烧几万块钱的金银纸烧了 上万块钱的药品烧了 那都是物质界的东西 劳民伤财 为什么要做 法业终生很可怜 六道终生没人管 恶鬼道终生没人渡 地狱道终生没人渡 几百万死难的冠病患者没人管 那么怎么去行菩提心呢 布施 布施分为财布施 法布施 无为布施 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每个月提供一次机会 去做布施 这里面含了法布施 我们要做法会 做法施时 做法的布施 救众生于道终 无为布施 那么布施金纸银纸 金银财宝 银态的这些财物 包括药品 食子 这是什么 这是 财布施 所以你不要空口说白话 你真正要利乐友情 你每个月会主动的参与 不会被动的 有人来问 师父我这次法会要做多少 我说 你看着办吧 我哪里知道有多少钱 有的人说 师父我没钱 没钱 你能不能拿出一分钱 一毛钱来做 你真没钱 你拿出一分钱 一毛钱来做 功德无量 不是钱上面的事情 是你要用心参与 有人也说 师父我每次法会都做了大功德主 我怎么还这么倒霉 我就跟他讲 你拿钱来做 你变成了福报 你用菩提心来参与 用大悲心 用利他的方便行来参与 你赚的是功德 你没有功德力 你只有福报力 所以你的生意会增长 生意会增长 冤情债主多了 你的烦恼就更多了 这是因为福报 有福报的人 不见得能够得快乐 你们这个福报大 住大房子 开好车 然后存款无数 这福报大 你怨恨力更大 你拿取了法界谁的财 你要替人消业 这样的 你不消 不消 对不起 你就是烦恼无边 烦恼无边 誓愿度 你誓愿度 就是要有功德心 功德力 功德心 功德力 利他 我有一分钱 我就出一分钱 有一毛钱 我就出一毛钱 这就是我最大的财力 我是没什么福报 但是我有功德力 我真心利他 真心忏悔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行菩提心的不失 我们不想做这么频繁的法会 本来这个法会就劳民伤财嘛 对不对 我们一烧几万块钱的金银纸烧了 上万块钱的药品烧了 那都是物质界的东西 那是劳民伤财呀 谁愿意做 应该少做 从简 简于是 那为什么要做 法界终生很可怜呐 溜到终生没人管呐 恶鬼到终生没人渡 地狱到终生没人渡 几百万死难的官病患者没人管 然后整个法界一团糟 每个人都自私自利 自以为是 自己的钱 宁死也不花 做个守财奴 舍不得钱财 为六道众生做事情 我们不做 谁人做啊 是为了恒顺六道众生 我们才去做 虽然疫情这么严重 我们星期三 也要做一场法会 虽然可能艰难 大家要把金纸带回家里烧 把法物供养的东西带回家里化 也需要 也要办 不能不办 这叫利他行 利他行 不要每次法会算解 哎呦 我是不是业障消得差不多了 你业障差不多了 你就成佛了呀 你不是这个熊样子呀 你哪是这个熊样子 你三十二相好 八十岁好都出来了 你那个时候才说 业障消得差不多了 一切利他行 为六道众生 行大菩提心 这个行菩提心很重要 真做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